那今天我把装备做了一些升级 其实也不算是升级 因为没有买新的装备 当然了 最近其实我非常想买的一个东西 就是大疆新出的OSMO Action 那么这个相机的话 可以完全取代我现在使用的这个GoPro 而且稳定性能非常的好 从网上的测评来看的话 收音也是很好的 当然了 因为囊中羞涩 所以说在实现没有更新 但是我也是针对于GoPro和 当然我说是前代GoPro 那么针对于前几代的GoPro这样一个缺点 那么对其OSMO 对其OSMO Action 我做了一个相应的修改 那么现在的话 我也可以有很好的稳定 很好的收音 以及相对来说还算不错的画质 那么今天的话 我们就带大家体验一下 那么现在的话 我先要找一个避雨的地方了 大家可以看到 我身后所有的地方都是一片空旷 如果说下一针大暴雨的话 我连躲的地方都没有 所以说我们等会再聊 因为这个设备是不防水的 等一会的话 我们再继续来聊我们今天的话题 大家可能在镜头里边看不到 我现在已经停下来了 在我前边那个地方能看到的已经是飘破大雨了 所以说我准备 在这儿休息一下 然后赶快找一个可以避雨的地方躲起来 因为我今天路视频找的这个地方就是太好了 完全是没有任何的遮挡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四周 完完全全没有任何遮挡 我就在一个非常空旷的地方 那边路视频 这个台阶太大了 夏天的话天好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人在这儿坐的 但是今天这个天 确实没什么人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 因为是用的GoPro 所以它的镜头非常的广 可能看的是比较小的 但是要夏日 尤其是到了春夏秋这三个季节的话 很多人会就这样推着同车 然后带着小孩出来 哪怕是这种下雨天 好了 已经有很大的雨点在我身上打了 我要赶快找一个地方了 如果说每天都可以这样的做好 趁着这块下雨 然后坐着这个地方 跟大家说一下吧 其实想说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 是波兰这面的办事的效率 那么相比国内现在 很快很快的一个效率来说的话 这面其实应该说是非常的慢了 比如说在网上买一个东西 然后卖家发货 到你收货 最快的快递就同城的话 要隔天 那么如果是在其他城市的话 那么可能就要三天 甚至是五天的时间才可以寄到 那么这个速度在国内 基本上是不可以想象的 在国内的话基本上 同城应该当天可以到 甚至说是比较大的城市之间 都可以当天送到了 那么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的话 是人们办事的效率也是比较慢的 因为经常有时候会给本地人发一些邮件 或者说打电话什么的 打电话的话 如果说电话中没有解决 那么这个问题 短信来短信去 或者说再发邮件 可能也就要一两天的时间才能解决 那么如果说是直接邮件联系的话 波兰人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 很少会当天回复邮件 所以说这么一来二去 想把一个事情讲清楚 那么差不多就要两到三天的时间 有时候甚至更长 那么讲一下我个人的一个经历 就是我去年的时候 在弄一些装修的事情 那么当时是暖气有一个配件 有一些问题 然后就返厂去更换 那么从前期沟通 一直到厂家那边确定了 更换的日期 然后定做配件 然后再发回来 整个用了八周多 将近九周的时间 那么这个时间在国内 基本上是不可以接受 或者说是没有办法去想象的 我和家人也聊过 他们说基本上在国内 类似的情况 一周左右就可以解决 甚至更快的话 可能隔天就可以解决掉了 马上在这个地方 用了九周的时间 所以说很多朋友说 觉得欧洲特别的好 然后想来欧洲 然后尤其我近几期 做了茶花波兰 这个系列的视频之后 也有很多的人添加我 问我一些关于这边生活方面的 一些细节的问题 那么我想说的是 这边有这边好的地方 当然也有它弊端的地方 总之在于你的选择吧 并不是说能找到一个实全实美的东西 只是说你可以在不同的选项之间去平衡 你觉得可以接受的 那么你就去执行好了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这边的空气确实是非常的好 而且大家向往欧洲最大的一点 就是比较喜欢这边的一个悠闲和慢节奏 当然这个其实完全就是建立在他们的工作节奏 也非常慢的这样一个基础之上 比如说你要这么想 如果大家都是 现在有个国内有句话叫什么 叫995还是997 如果大家都是这样的话 那么这个社会就不可能是慢节奏的 欧洲这边之所以比较慢 就是因为大家一到下班的点 就所有人都不干活了 所以说它的节奏是非常非常的慢的 当然了这个各有利弊了 弊端就是整体社会发展的节奏也是比较慢 所以说看你的选择了 经常有看完长话波兰的朋友问我一个问题 然后说在波兰生活这么久 然后你觉得你投资的最值的东西是哪 哪几样东西 其实我想了半天啊 首先第一个房子 因为自己要住嘛 包括它这边增值什么的 我觉得这一点是比较值得投资的 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我身后的这一辆自行车 那么我觉得买了这个自行车 让我去到了更多地方 看到了更多以前没有看到的东西 然后也锻炼了生机 我觉得这个是很值的一个东西 那么第三个比较值的东西 我觉得就是我现在手里拿的相机 当然可能不单止这样一个GoPro的相机 可能还有我其他的几台相机 那么我觉得它给我带来的最大的一个乐趣 就是记录了我的生活 让我认识了更多的朋友 然后甚至说改变了我一些生活的模式和方式 我觉得这是我在波兰投资 应该能 其实严格意义来说 不算的像是投资吧 就是说我在波兰花了钱 觉得最回报率最高的三样东西 对,我们在波兰花了 就让我们拍照 我的天啊 你说英文吗? 对 对 对 你从中国 从中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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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我的 Kinsky 很高興 好 我們在河島 在摩托 可能你知道嗎 在摩托 是的 是 Bobrovetska Gelenci Bobrovetska 是 是 Klinik Olymne 可能你知 是的 是的 謝謝你 你很擅長 你真的很聰明 有一個好四天 大壞 大壞 有时候很有意思啊 太阳一出来人就立马就多了 然后这些人也不知道是平时藏在哪里 只要阳光一出来他们就出来 这就是在沟州比较有特点的一件事情 好那边有一片可以休息的地方 那边去坐一会儿 然后顺便再跟大家聊一聊 然后找到一个比较奇特可以休息的地方 但我也不确定这个地方可不可以休息 因为在这边其实夏天会有很多这种 露天的电影或者说是演唱会 甚至说是这种part time show这种 反正各种各样的 然后所以它会有一个这种搭着这个地方 然后吸引一些人 然后周围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 也是有一些这种 可供人喝一些咖啡啊 冷饮啊 这样的一些地方 嗯 好了 差不多这一期节目就到这里吧 本来我还想多录一些 但是这一期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没有带多余的电池 只有这一块电池 那么好了 我们这一期视频就到这里 记住我是一只待在欧洲的Chemili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